有沒有一些靈異事件發生? 剛才那一刻算不算? 我的朋友都說 嘩,我怎麼睡在你的家? 我一睡下去,幾百隻眼睛看著我 如果晚上我想去廁所怎麼辦? Hello,大家好,我叫Boe,今年36歲 我收藏了恐怖公仔很多年 其實最少我估計到15、16年以上 我現在大概有三、四、八隻以上 恐怖公仔十幾二十年 我想都花了不少錢 我估計最少幾十萬 值不值得?絕對覺得是值得的 我明白到錢放在興趣裡 你會有些東西得著 除了在物質上,你也要學習一些東西 有沒有人覺得我很奇怪? 絕對有很多人覺得我很奇怪 人家怎麼說,我其實沒什麼感覺 我很清楚知道自己喜歡什麼的人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種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只不過可能我喜歡的東西 在別人眼光裡比較另類 其實我小時候已經喜歡看一些比較恐怖的電影 鬼片、血腥的電影 例如Chucky、Eat 其實我小時候看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很害怕 不是說完全不害怕 但在害怕之中,我又覺得很吸引 其實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第一隻恐怖公仔 是有一些朋友送給我 我覺得很有趣 小小的公仔 像鬼娃娃一樣 放在棺材裡面包裝 我覺得很漂亮 我之前會買紙紮公仔 我還叫做紙紮公仔的朋友 叫他做過我和我老婆的樣子 他一拿出來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公仔是我自己的樣子 和他的樣子 而且那個公仔是傳統中國的紙紮公仔 那一刻我真的覺得有一點 你玩什麼 我真的覺得好像不太舒服 於是有一天我偷偷地把公仔 放進膠袋裡 然後拿去垃圾房丟掉 會不會丟掉他們來省點位置 其實一定不會 其實我不算一個大膽的人 我一般不會覺得恐怖的 這些恐怖公仔 我覺得他很漂亮 很有趣 但有一隻 以前訂回來 手造的圖瓷公仔 他的名字叫做Mother Love 一拆開 我看到很恐怖 我就將他放在床頭上 頭一個星期 睡得不太舒服 但他們的手造 全世界只有一隻 以及他們設計了一些故事 在背後 那個星期其實我是覺得 好像有一點點不安 我覺得我需要一點時間去適應 很多人覺得他們不吉利 對我來說 我自己經常想像 因為我經常做夢的人 經常想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做夢 很喜歡做夢的人 我覺得可能也有鬼 這個世界 但我不會把這些東西 但他們說這些話 其實只不過是 可能他們聽過別人這樣說 其實都沒有實質任何根據 因為這些對我來說 是公仔而已